對於香港人來說 越來越見到很少的中國遊客來香港旅行 那些人又越來越窮 為什麼? 因為中國整個越來越窮 中國越窮 什麼原因? 拉到去就是最重要的 最慘的當然是房地產 個個死了 大家的房子都不斷要供 但是又沒有錢 經濟又差 怎麼搞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救回房地產業 但是怎麼救呢? 要先讓他死了 不死一截的話很難救 那麼現在我們今天看看 究竟中國的房地產業現在的 究竟是多麼痛苦的時間 然後我就告訴你 救星開始出現了 還要救這個 碧桂園 來看看 為什麼 碧桂園有機會逃出新天? 你要小心點 你明明說 你上次就在那邊說話 他們是廣東人來的 南方人 北京人不救你 你放心 不一定 北方人救 還有很多人不救 咦?真的? 你看 中國房地產業 寒冬持續 啊 真可憐 很多因為借下很多債 你知道他們做房地產 其實以前碧桂園或者恒大都在說 最重要是甚麼? 轉得快 誰轉得快就是轉得贏 就是這大塊錢回來 那塊錢 一年計算 或者是逐年計算 你怎麼可以利用這塊錢 給人做得多的房屋 譬如我轉得轉 兩轉 三轉 你就轉得兩轉 那我就厲害了 這塊錢 都是給利息 於是我就賺多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看到的時候 Rocky 還說快買快買快買買 有這麼快的 碧桂園的 陽擺屋 逐點逐點起 就去了 快也很多的所以碧桂園的時候 被譽為全世界最快的 房地產業公司 很厲害啊 一直是跟他的投資 還推得幾倍啊 好厲害 但是 一到 樓價跌 還不至於有多厲害都要給人家 不斷這樣 現在就要 做一些樓交給別人 又要再賣樓 又要裁員 很精彩 不同尺寸的房地產公司 現在面對什麼問題 已經有超過50間中國房地產商 已經拖欠了 國際性的債務 記住 因為你拖欠現在的國家的 人民幣的債務 其實 政府叫你撐住 他們不准你 追債就行了 很聰明 很喜歡中國政府 很厲害 但是外面的不是 外面的美元債 快點付錢啦 不是清理盤 經常在香港清 所以香港很麻煩 做了這些壞事 大幅已經導致50萬人失去工作 因為房地產 沒有錢嘛 什麼都不能付 全中國大幅有2000萬套 不是爛萬美樓 未爛得完 爛又在做一些 2000萬套房 怕不怕 十幾億人就差不多了 估計 香港也有幾萬套房子 幾萬套房子 你就不要出聲了 人家有幾千萬套房子 香港 即是 600倍的人 200倍左右 200倍左右 但是 不是200倍的房子 很誇張 預計需要4400億美元 才能蓋上房子 再給予人家 賺錢 然後就算了 那麽 現在因為 其實中國的 房地產 很簡單 你借貸來去蓋房子 你會倒了 你會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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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槓桿太大 等於很簡單 你 銀行 有100萬 我可以借了100萬 200萬 我去買東西 然後買東西 剩下 80萬 你會死的 你會死的 他借了100萬 你還回100萬 但是我 起碼還沒計算利息 你只有80萬 那麽你會死的 其實那條數字 只是這樣計算 其實他現在 Hello 大家的女人 希望他回升 不然我會死的 就是這樣 現在 最後 不是說 立法來做福利房子 但其實是有過程的 暫時 還是要頂住 不得頂 好了 3月份主要的城市 二手房價 跌了5.9% 又再跌了5.9% 只是一個3月份 你死得了 一個3月份 跌了幾個 5-6% 一年 幾十% 就已經死得了 30%已經死得了 跌了30%已經死得了 地方政府 由於失去了向開發商 出售土地的收入 沒有辦法 地方政府 主力的收入來源 是賣地的 在償還的債務方面 感到困難 隨著佔國內生產總值 25%左右的房地產 以及相關的產業 包括傢俱、運輸、水泥、拉電、 幾塊 電器也是 加起來 和房地產 就佔了 GDP 整個國內生產總值 25% 死了 好了 終於現在 搞到 經濟 又沒有增長 真是假的 整體的經濟都變得脆弱 經常說這些 香港有很多人在說 好笑 我的國內朋友 永遠都告訴你 你香港信數字嗎 真是好笑 國內所有的朋友都在說 這些是假的 為什麼他們有份造假 他們生活的過程當中總會有一部分 是經歷了 亦都知道了 大家都已經 做了一些假數字 做假已經是一個工作過程 但是香港人很有趣的 你怎麼搞的呀 你說假的呀 怎麼怎麼 中國 好好的呀 不會的 小楊叫我回去 現在 我很遲嗎 我三年多之前還在中國 怎麼搞的呀 我住了一頓八年在北京 很長時間的呀 我不熟悉中國嗎 傻傻的呀 然後 我還一直 跟微信有很多朋友 一直聯絡 都知道了 情況 我經常都問他們 成都怎麼樣呀 北京怎麼樣呀 很多地方呀 你真是傻傻的 我看到別人的微信 很多這樣的東西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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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 多多這樣的朋友 那麼好了 看看其他開發商 看看他們現在的情況 看到中國那個的 現在的地產商 究竟他們面臨什麼的狀態 稍後再說一下 碧桂園給你聽 香港上市的中型開發商 宇洲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 在4月25日 說到去年底的啦 他們公司已經的 員工人數由上年的1985人 才減到1281人 很厲害呀 就是減了39% 厲害嗎 那麼 宇洲集團就沒有透露 細節是怎樣 但是董事長 郭英蘭就在報告說 現在嚴峻的市場環境 宇洲有必要 優化自身 這個字用得好 又繼續用優化這件事 總之 將 現在很壞 現在很壞 就說出來 說我要優化他 OK 就不說說壞 不說什麼 衰退啊 減少啊 這些負面詞不能夠說優化 中國人就是這樣 明白嗎 我優化你的命 那就是怎樣 你短一點命 哈哈 原來如此 然後大家都會害怕 如果有個神仙走在你們前面 你來幹什麼 我來優化你的命 以前在古代就覺得 優化我的命 很棒啊 一優化了之後 你短命 哈哈 以後小心點用這一次 好了 公司說 2023年的管理費用 和下降的23.8 哇 好厲害 管理層越來越省錢 可能兩個人都可以 玩到這間公司 宇洲地產是眾多違約的 中國開發商之一 他還未還這些離岸的優先票據 8.42億美元的利息 同時 錯過了屬回 20.9億美元的最後限期 慘了 設設去年底的話 這個公司未嘗為債券總額 高達387.1億人民幣 即是49.5億美金 而他的現金和現金等值 放在公司那裡 Cashe 我以後計算了錢呢 或者可以 立即變成現金 總共是37.7億 好厲害 厲害 人民幣 即是欠人300多億 就自己手上有30多億 你以為30多億能還得到30多億呢 如果可以的話 他就是 耶穌顯靈 那些 五餅二餘 一邊一邊一邊 又多個 現代的五餅二餘 厲害 去年 該公司 正額虧損 105.2億 這家公司 連續第二年 虧損超過100億 這些 宇宙國際香港 上市 大家看到 中國的 內房股 是多麼痛苦 好了 同樣是 總部在廣州 合警泰富 集團 其實之前也說過 那個公司 在23年裁有40%以上的人 厲害 由3600多人 減少到 2100人 公司就說 沒有詳細表達到 裁有什麼員 堅定不移 繼續為這個房地產奉獻 衷心感謝 這樣 跟宇宙地產也相似 合警泰富 虧損了總共187.3億人民幣 輸了 187.3億 對比上一年的 2022差不多是 Double 而且很多 離岸的債券和貸款 發生違約 引發 交叉違約 因為 拉在一起 有一個違約 全部都違約 交叉違約 好了 你不能夠有任何的違約 不然你即使 我就可以追你 不然別人都要追你 那是我的問題 所以交叉違約 互相 綁住 至到2023年底 應付 本金和利息高達 328.2億 人民幣 審計事務所安永 發了類似的聲明 警告這家公司是存在 重大的不確定性 賣向瓜德 其實就是有一大堆都是這樣的 另外 有一家在南京的 違約中營地產公司 弘洋地產集團 亦都是 將員工削減 由2100多人 減到1490多人 減到30% 亦都沒有解釋 其實沒事的 沒有錢 不減也不行 在4月16日剛剛過了的時候恆生銀行 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了一份 時代中國的清 盤情請 即是要清這家公司的盤 清你的盤 說他欠了2.67億的美金 財務責任 快點清他的盤 就拿著他 僅餘的資產 這家 時代中國是被稱為 廣州 舊改之王 即是把 舊屋的舊區 專門去改造 舊改之王 在廣州的關係一定是很好的 那麼 他是已經裁了三分之一的員工 由2656人 減到1,757人 你想一下 又一家是這樣的 鑑於這個減債的遲緩 整體 全國 中國 所有的公司 盈利都是 惡化 即是你減不到債 其實你 減你的員工就可以減到支出 但是債還是繼續 債是會使得利息 一路一路 湧下去 所以呢 這個是現在的開發商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擔憂 那麼也是很大量的這些大中小型的 地產公司是面臨 崩盤的 危機 那麼大家又說 其實你等於清盤 清了一大堆之後 其實市場會健康一些 因為那些壞帳 就變成壞帳 只剩下那些 小公司不可以拿其他去做 就夠了 近期已經有這個世貿集團 很大的世貿 德信中國和大發地產這些房企 被金融機構提出 清盤的 情情 即是說將會面對未來 你看到大家有很多地產公司 地產公司中國的中型 一直掃進去 好了 那麼 因為 他們要面臨 清盤破產 所以呢 一定要盡快 套現 套現除了賣中國的房子 另一個方法就是 將一些海外以前借貸買陸的 海外的資產就扔 那麼 那麼 因為過去十幾年裏面 很多的 中國的 房地的 房地產公司內放股 衝了出去海外 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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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回中國的銀行 因為 阿爺要你還錢 要還 好像是大道恆大、碧桂園、融創這些都一直在賣 海外的資產 廣州的 中國奧元集團 其中一間他自己的子公司 有一個 60億美金的債務重組計劃 所以 在多倫多、Toronto他們有一個 在2021年買下了 即是一個低 總之在2023年賣出了 但是 跌了45% 跌了55% 只剩下45% 加拿大佬 真是一大堆 我聽過很多這些故事 大陸的 很微飛色舞 對著 西人呀 沒有錢呀 他們不斷地把價格提高 中國人 不理 就 走資 有很多人 不方便 告訴他們 資產是他們的 所以 透過你 轉了 海外 所以 那時候 去到 負責 1.4萬億 碧桂園 碧桂園 1月26日就拋售了奧地利的 一個地產 上次我說過 徹底退出了澳大利亞的房地產 不再玩 交易 金額是 2.4億 澳元 大概是 1.57億 但是 沒多久之後 他又去倫敦 又賣了 掛牌賣了 一個4.5億英本 45億港幣 一個 新的地域 叫Alisa大街 我也不知道要找一下 面積是6.2英本 計劃可以建13棟 公寓樓 每棟是3至17層 有785套註冊 以及寫字樓的面積 現在也要 全部拿出來賣 這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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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了一棟 不好意思 在地盤 建13棟 碧桂園最近就已經將廣州 5個地產的項目轉讓了 包括有鳳凰城酒店 碧桂園中心 五星級酒店 甲級寫字樓 以及高檔公寓 每個建築 地理優越 優秀的建築 他們都不停的 所以這全部賣 都可以扣蔑 不要理 Strawberry 總之是盡定晉鑄 在去年10月一筆总额111亿美元的境外债券 债息還未按时還 當時有报道過 當時成為了 中國歷史 歷史 龄模最大的債務違約 案例 厲害啊 碧桂園 這些碧桂園 不用怕 有貴隱的 就是誰出手 安華出手救碧桂園 開心啊 一聽到安華 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 我很年輕的時候 做漫畫的時候 已經知道有個安華這個人 那時候我的漫畫書也賣去馬來西亞 那時候還是媽爹做這個 首相 他的助手就是 安華 原本是 對家來的 他找了去做 助手 安華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所以整個馬來西亞的時候 想著安華會接馬哈蒂 馬哈蒂 去做這個 跟著做這個總統 誰知道後來 這個馬哈蒂 拘捕了他 聽說是在這個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就說大家經濟的 大家經濟的概念不同 兩個提議不同 馬哈蒂就一定要是 截住所有東西 不讓 就 出國 限制這個 金融出國 金融出國 安華是不好 他就嚇跑了外資 主意主意主意 大家有磨擦 然後就發生了很麻煩的事 他離開了 然後 要挑戰他 一挑戰他 他就說 犯了雞姦罪 然後就拘捕了他坐牢 拘捕了兩次 安華到了現在 已經連有勞了 好像70多 最後 跟馬哈蒂又再合作 打倒上次 納吉 貪污的總理 到了現在 他終於搞定了自己可以成為了這個 總理 但是這個問題是 安華也要為他自己下一屆 想一想 下一屆怎麼想呢 所以要做些事情 他做些什麼呢 就是看看這個 碧桂園 碧桂園就是 安華 有些辦法 他說 這個是2015年 是當地遊伐州的地方 近著新加坡 直接搭著這條橋 就能過得到那裏 填海項目 叫做森林城市 就列為一個 金融特區 於是 於是優惠 那些人來 原本就打算這樣 但後來馬哈蒂上 又不知後 他就斷了你米勞 不讓你這樣 又不讓你發證書 給大陸人去那裏住 搞得總之很慘 現在整個鬼城 大家怕他都要嚇死你 只有那幾千人在那裏住 九千人左右 但是 那裏很巨型 很大的 其實他現在發展到 10%左右 還有很多地 填海出來的地方 那麼 大麻政府考慮說 現在不是 這樣 這樣 劈掉所有的地方 不行 因為整個 由佛州他都要發錢 你最靚特地 開了就沒有用 想了辦法 開到 哇一聽到這個就很厲害了 重振這個千億的 房地產項目 因為他的基建都在那裏 某些地方 他已經做好了 這個壁櫃園 立了地面就對了 真的很聰明 那麼 一有這個計劃出來之後 包括這個總理辦公室 國家皇宮 碧桂園 雲頂集團 都一起 在開會 但是他們就沒有回應 傳媒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 怎麼會不會回應呢 沒有的 這件事沒有的 就是這樣 不會回應 就是有機會 這個是計劃投資1000億 美金的一個項目 分階段興建 填海的地方 原本預計2035年就全部落成了 現在就停了 壁櫃園也沒有錢 因為他很接近新加坡 只差一個海峽 只差一個海峽 所以這四個人工島 有30平方公里那麼多 所以他希望引入 70萬人 現在只有9000人 正不正 70分之一都不到 目前現在 只是有部分 樓建了 但是都很漂亮 所以 又沒有人住 建了 因為大陸人買的 也沒有什麼交易 所以被稱為 鬼城 但是其實 上次說了 在馬來西亞 在新加坡打工的人 有很多 就過來這裡住 辛苦一點 走一個小時 搞車 車程 但是這裡也好 因為這裡便宜很多 新加坡很貴 要重振這個鬼城 安華就找了成功集團 因為是馬來西亞 陳志遠 雲頂集團 林國泰 中國人真的懂得做生意 不過這些是中國人去了很多年 討論這個森林城市是否可以開島呢 開島是否可以引起很多人流來呢 大家當然要 熱烈討論 拿著碧桂園 總公司有20%的馬來西亞國王也派了代表參加 現在暫時是未知的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回教國家比較保守 是不是可以通過呢 現在大家都在研究 但是 劉定堅的意見是怎樣 安華說得出來 有幾成 怎麼推動呢 所以我上次也說過 安華想遮住這個 用什麼手法 可能 你碧桂園還沒死嗎 咦 還沒死嗎 不如 我不放你血 但是大家談過價錢 你很低的價錢 你給了一些股份 我就可以引入 不同的人去幫你 搞活了 你還有一點 你做了一點 你活過死了 要不然你就會死了 因為可能會動用到某些法例 你也要 幾年了 你丟到那麼多年沒用 所以現在 這個大項目 在談要翻生 那麼 究竟這個想法會不會有效呢 我來做一個 簡單的 結論給大家看 我認為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而且有很大的可能 為甚麼呢 安華不蠢的 因為你首先看到 為甚麼要在這裏開賭 這裏 跟新加坡 只是搭一條橋 那就行了 那麼 如果新加坡人來賭 很方便 那新加坡也有賭場 但新加坡的賭場是禁止 新加坡人賭錢 你明白了嗎 當然了 新加坡人現在要你賭錢 就要上雲頂 你看那麼遠路程 雲頂當然不行 所以你留意一下 開會的 有雲頂 你明白嗎 雲頂的老闆是 是馬來西亞首富 所以可能是 給你一部分利益 那你又要不要 那你又可能 你在澳門也有幾個賭場 我們開三個賭場 其中有一個賭場 那會不會呢 大家鬥爭 競爭 那你也有 其他賭場 可以引入其他賭場 因為你引入了之後 新加坡那邊 華人那麼喜歡賭場 尤其是現在有很多有錢的中國人 過來過來 那邊沒得賭場 你過來 就進得賭場 舒舒服服 是不是 所以 在這個地點就證明了 有心思熟慮 不是隨便的嗎 因為你踏車上去 滾到上去這個雲頂有牌 又久不久了 10年20年 又滾車出來 好恐怖呀 既然是這樣 不如 就在這裏啦 鬼成好呀 大佬 運氣全都出來了 碧桂園都死了 減便監賤要賣的 股份 不是要吃掉它 這個計劃 有看頭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他會跟新加坡談 談好了才可以做這件事 因為你住 他的廉價勞工可以住 大堆 那你既然有了人氣之後 他就可以搞賭 搞賭就真的有機會 因為很多地方還沒有建立 可以變成商業 地方因為 你要拿到國王的 幫忙 你不可以建立這個地方 所以安華 就想到這個辦法 把鬼城變成島城 鬼島城 厲害了 安華救 碧桂園 就不是 我們北方的北大爺去救 南方人不救了 安華來救 厲害吧 安華救碧桂園 究竟能夠救多少呢 如果坐完牢出來也夠吃 看看這個故事 是否能夠很快地成功了 公佈了 第二個賭場出現 碧桂園就有多少希望了 估計會不會升呢 我也不敢 好 希望你喜歡這段影片 希望你看到 安華救碧桂園 真人版 繼續 爆發這個能量出來 多謝大家 記得點贊 訂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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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